那我現在帶你看一個相當重要的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5年判制第84號判決 司法院將它刊登於司法院公告周知 公法的學者也對這個判決相當的重視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判決改變了我們司法實務的 向來做法 所以他很具有代表性 他主要在講什麼? 簡單來講 當一個法律被宣告為違憲 但是大法官沒有宣告他立即失效 而是訂一個期間 然後使該法律失效 訂的時間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兩年 那從法律被宣告違憲 到定期失效戒滿前這一段空窗期 如果發生了違章行為 發生了違反次序行為 那照理來講 依照被宣告違憲之法律 依照被宣告違憲之法律 我們應該要加以裁罰 但是這個法律已經被大法官宣告為違憲 但是沒有失效 在沒有失效的情況之下 依據這個被宣告違憲之法律 而加以裁罰 這個裁罰行為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 那過往的實務建設認為 兩年的戒期失效期間還沒有戒滿 依照這個善未失效的法律 加以裁罰應該是有效的 但是105年判事84號 改變了過往的實務建設 認為要依照視線的精神來加以認定 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 這一個就是105年判事84號 告訴我們的見解 那這個判決主要針對的是 所得稅法的事實 那稅法對大家來講 比較不那麼親近 所以我想我就用已經曾經被宣告為違憲的法規 社會資訊維護法80條 來跟各位做解釋 因為你應該知道 社會資訊維護法80條 罰差不罰嫖 被大法官4-666宣告為違憲 也有一段法律空窗期就是兩年 那這一段兩年的空窗期 如果還發生了賣移的事實 被警方查獲了 那到底能不能採訪 那我相信各位同學現在知道 當然可以嘛 為什麼 因為現在4-666雖然宣告違憲 後來社會資訊違法也有新的規範了 就是設置性交易專區 在性交易專區裡面從事賣存行為 倉嫖皆不罰 性交易專區以外倉嫖皆法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性交易專區 所以只要達到倉嫖皆法 好那我們現在就用這一個4-666 兩年空窗期來做一下思索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這個法律空窗期 依照被宣告違憲之法律所做的裁罰行為 效力到底如何 來我們一起看這個判決 105年判治第84號判決 都一起看 憲法第171條第一項規定 法律與憲法底處置無效 同法第80條規定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此處所稱之法律自示之 位於憲法底處置法律 是以法官有遵守合憲性法律裁判的義務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實務 首於司法院四次第218號解釋 這是針對行政海事 創出違憲但定期失效的模式 並於司法院四次第224號解釋 首次用於宣告法律違憲但定期失效 對此法律違憲但定期失效 對被宣告違憲之法律發生如何之效力 注意 初始司法實務認為該違憲法律 於失效前能屬有效 國家機關於失效 國家機關於失效前根據該被宣告違憲之法律 但是還是有效 所作成之行為均屬合法 然事後之發展 四憲職務以轉著著被宣告定期失效法律 如果在違憲法律失效前 無除去違憲狀態之新法 而對於本於該失效法律 所作裁判 本願因依核限方式作裁判 好我們看第二個 行政法是對於違憲行政上義務者所為之處罰 行為人之行為必須符合處罰規定之告成要件 告成要件要該當 而且要具有違法性 就是沒有阻缺違法自由 也沒有可責性 簡單講 告成要件該當違法性可責性 使得加以處罰 作為處罰 告成要件規定之行政法義務規定 如果被宣告為違憲 即使是宣告定期失效 在失效前能具違憲性質 違反該違憲之法律規定 上欠缺違法性 而阻缺形式上 符合處罰規定之 各成要件行為的違法性 但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 形成憲法秩序 其要求法律不得與之抵觸 人民違反與憲法抵觸之法律 所刻於人民之義務 如果還認為具有違法性 則嫌於合憲性 合憲法秩序不相容 好 這一個判詞很長 我想你不難了解 那他針對的是所得稅法 那我稍微改編 我想所得稅法 畢竟對大家來講太過過生了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到 這個 社會秩序維護法 這是舊的 八十條這樣規定 由左列各反行為之一者 處三日以下 居留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一款 意圖得利與人兼訴者 各位同學 買春能夠拿到錢的當然是誰 當然是賣淫的女子 而買春的人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的是信服物 所以買春賣淫一個是拿錢換取信服物 一個是提供信服物以獲取對價 那依照舊有的社會秩序維護法 八十條第一項 能夠實際拿到金錢的當然是賣淫的女子 所以在舊有的規定是 罰倉不罰嫖 只罰賣淫的女子是不罰嫖客的 那當然4-666認為 罰倉不罰嫖違憲 所以4-666認為違反性別平等原則 而施情效力 各位可以看到 罰倉不罰嫖大法官認為違憲 違反平等原則兩年內私下 設違法只處罰賣淫者 讓經濟弱勢女性 處境更困窮 來 至於倉妓嫖客 是否都該罰 或者都不罰 大法官沒有特定的立場 但大法官特別點出 賣淫的大多是女性 設違法對於意圖得利 與人兼訴者處以罰還 等於在處罰從事性交易的女性 這些人往往迫於經濟壓力 再被處罰 會陷於更困窮的處境 解釋理由指出 設違法的立法目的 在維護國民健康與善良風俗 明文禁止性交易 而性交易是嫖客跟倉妓共同完成 雙方在法律上的地位應該一致 但設違法卻有沒有意圖得利 作為處罰標準 大法官認為 設違法只處罰意圖得利的一方 就是賣淫者 卻不處罰支付對價的另一方 賣淫者 這種標準以違反憲法上的平等原則 罰倉不罰條的規定明顯違憲 好 各位 你要注意喔 我現在帶你看這些報導 就是在跟你講 當時在兩年的法律空窗期 大家是怎麼思索的 我當然知道大家都了解 現在設違法已經通過修法了 就是要求要設立性交易專區 性交易專區裡面倉嫖皆不妨 性交易專區以外倉嫖皆不妨 可是性交易專區哪一個縣市首長敢碰啊 所以全台灣沒有一個性交易專區 所以現在只要抓到買出賣淫者倉嫖皆不妨 是怎麼想的 你就可以看到新聞報導 倉嫖罰不罰 下一步怎麼走 各位 大法官解釋宣告 罰倉不罰嫖違憲 下一步怎麼走 修法 倉嫖皆定處罰規定 或者呢 立法者讓新交易除罪化 簡單講 要嘛就倉嫖皆法 要嘛就倉嫖皆不法 就是除罰化 應該不是除罪化 因為罰倉不罰嫖或者倉嫖皆法 基本上是行政法 不是行事法 所以不是除罪化 是除罰化 或者乾脆不修法 兩年後條文自動失效 倉嫖皆不罰 各位 我念到這裡 很顯然的是 大家都沒有想到 喔 後來社會秩序維護法會定一個 折中的看法 性交易專區裡面 倉嫖皆不罰 性交易專區以外 倉嫖皆不罰 好 這個 我們現在只告訴你 當時大家是這樣思索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在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 沒有通過之前 現在發生的 還是有女子麥春 各位你可以看到 兩年法令空窗期 法官立場兩期 要嘛就是罰還是依照 旧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八十條 罰 因為宣告兩年後定期失效 但是兩年內基本上社會秩序維護法八十條 還是有效的 還是可以依照有效但被宣告違憲的 社會維護法八十條 處罰 仓妓 還是不罰嫖客 好 但是有一些 就按照 視線的本質 不處罰 所以各位同學 賣淫到底罰不罰 姐妹們碰怨氣 好 所以我現在簡單的告訴你 社會秩序維護法八十條 被宣告為違憲的 但是沒有馬上施起效率 而是要等到兩年後才會失效